亲爱的小朋友,我要说一个故事给你听 有一天,丹尼尔跟着爸爸妈妈从加拿大来到了乌干达瓦头头儿童村 他认识了一个小男孩,叫做吉米 在他的国家里,有战乱、贫穷、艾滋病、许许多多的人因此丧失了生命 很多小朋友在十岁的时候,就被迫上战场 有很多儿童都成了孤儿,吉米也是 但吉米很幸运被瓦头头儿童村收养 哇,今天的天气好好哦 我觉得太阳光光都在对我微笑呢 我感谢上帝让我能在瓦头头儿童村里生活 有这么好的老师,愿意教导我 让我每天能在学习新的东西 嘿,吉米,你在做什么啊 我在感谢上帝让我能有学校啊 啥,这里有很好吗 在我们家乡里面的学校都很大而美 还有电梯教室,里面有电脑冷气和厕所 但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好羡慕你哦 不过这样你更应该要赞美上帝啊 更努力地学习 我们才十二岁耶,干嘛那么辛苦 你没有梦想要完成吗 梦想? 嗯,那我问你,你长大想要做什么? 蛤?我回去问我妈妈,那你呢? 我长大要当医生,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生病 没有很多医生可以照顾他们 他们就都跟我妈妈一样传染 艾滋病死掉了 好可怜哦 那我想想我要做什么 我很会画画 所以我长大要当建筑师 给上帝盖一个又大又漂亮的教堂 可以让很多有需要的人来到这里认识上帝 那我们一起完成我们的妄想吧 好啊,那我们 打勾勾,盖印章,没做到的是小猪 之后,丹尼尔回到加拿大了 这两个小男孩在他们心中都种下了小小的梦想 而且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没有放弃哦 吉米考上了医学院,认真学习,要成为一个好的医生 而丹尼尔也进入了建筑系 每天都很认真地画建筑草图哦 规划他想要盖的教堂 起初,吉米只是单纯地想要让生病的人得到照顾 没想到,因为他的分享改变了丹尼尔的一生 让丹尼尔也有了梦想,并朝着梦想努力 也许你也会成为下一个吉米 让别人的生命能够更有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